好 现在呢 我们介绍非对称密钥算法 非对称密钥算法是密钥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算法 刚才对称非对称 对称当然很重要 非对称也很重要 我说我们非对称没有出来之前真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真的是打飞机交换密钥 那是非常的困难的 OK 那么 但是呢 出了非对称密钥之后 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就不再需要那么打飞机 拿着一个保险箱 在国家之间来飞了 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非对称密钥算法最重要的就解决了密钥交换的问题 密钥交换的问题 首先非对称密钥算法 你必须先产生一对密钥 一对密钥 不管是你的个人电脑 还是录入器 都可以通过一个命令 产生一对 RSA的密钥 二 产生密钥 这个应该CCNA应该我也就讲过吧 好吧 后面我们也会看 好吧 产生一对密钥 一个密钥叫 Public key 公钥 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公开的 任何人都可以获取的 OK 公钥公开的 谁都谁都可以获取 没有问题 我给谁都行 他没有什么安全性 大家都可以要 都可以得到 好吧 私钥叫private key 这个就是理财拥有 这个世界只有你会有 私钥必须要严格 保密 比如说你们在 以前的网银 现在网银也没有必要 以前的网银的话需要一个那种 USB的Token 那个Token里面 其实就有你的私钥 Token里面有私钥 Token里面有私钥 你需要严格保 保护那个Token 你需要严格保护你的私钥 OK 一个公钥 一个私钥 私钥需要自己好好的保存 公钥并不重要 可以共享出去 任何人的都可以获取 一对密钥 好吧 产生一对密钥 一个公钥 一个私钥 用一个密钥计算出来 另外一个密钥 用一个密钥计算出来 另外一个密钥是非常困难的 就说虽然说产生了一对 但你知道我的公钥 你要推导出我的私钥的话 是不可能的 好吧 如果可能的话 这玩意没法用了 好吧 是不可能的 OK 往往都基于一个 特殊的数学难题 比如说RSA 我们经典的RSA叫做 大数数的 英式分解 你可以自己搜一下 大数数的英式分解 现在是一个数学难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计算机 也搞不定 这个数学难题 它基于大数数的英式分解 如果哪天数学家或者计算机能够突破这个大数数的英式分解这个数学难题的话 那么就可以从一个密钥推导出另外一个密钥 但是现在是 不可能的 好吧 OK 至少是非常困难的 OK 那么比如说你用公钥推导私钥是不太可能的 好吧 好 用一个密钥加密的东西 必须要用另外一个密钥来解密 公钥加密的公钥字节解密不了 必须要私钥解密 私钥加密的私钥字节解密不了 要用公钥来解密 一个加密 另外一个密钥解密 公钥加私钥解私钥加公钥解 OK 好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用 公钥 公钥来加密 然后我比如说我要传个东西给你 你公钥吗 无所谓吗 你先把公钥给我 然后我把数据用你的公钥加密 然后传给你 只有你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 才唯一拥有 私钥 只有你 才能够解密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是说公钥加密 私钥解密 整个过程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 我们管这个操作的叫加密 对呀 再说一遍啊 我要给你传数据 公钥嘛 你先给我 公钥 无所谓嘛 我先得到你的公钥 然后呢 我把一个敏感的数据 通过你的公钥加密 然后呢 你拥有私钥 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拥有私钥的 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解密的 那么你解密得到这个数据 我们一般说公钥加密私钥解密 叫加密 OK 那么反过来 那么私钥也可以加密啊 私钥加密 那么公钥解密 我们管这玩意叫什么呢 叫做签名和教研签名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啊 私钥加密的东西 公钥可以解密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公钥 任何人都可以解密 你要说他保证了什么安全性 这谈不上 但你要了解 这就更像签名 只有你 才拥有私钥 只有你 才能够去签名 加密 任何人 都可以去教验你的签名 都能够教验 这个事是你干的 因为只有你才有那个私钥 我们才能用公钥去解密 那肯定这事是你干的 是你做的签名 我们都能够教验签名 所以说呢 私钥加密 公钥解密 一般我们管在玩意叫签名 和教验签名的过程 私钥你才有 你才能干这活 我们所有都有公钥 我们都能教验 这活是你干的 那是不是叫签名和教验签名 对吧 OK 所以私钥加密 公钥解密 我们一般管在玩意叫 签名和教验签名 加密那个公钥加密 你私钥解密这叫加密 加密一个数据给你 只有你才能够得到 好吧 OK 加密解密 安全性 那么这个是就说 首先这个算法 RSA用了这么多年 也是 RSA也都是 40来年的东西了 70年代的东西 不是50年的东西了 好吧 OK也是一个安全的 而且公钥可以随便交换 没有必要去让人坐飞机去交换了 我公钥给你就得了 公钥反正就是不重要的 公钥谁都可以获取的 对吧 这个交换 我把公钥给你 你得到我公钥 然后呢 你用我的公钥加密 我才有私钥 我是唯一能够解密的 实现了一个安全的数据的一个加密的交换 OK 好 说起来很美好 感觉 所有事都解决了 对吧 用 我要给你数据 你给我公钥 我加了密 只有你才有私钥才能够解密 感觉一切都很完美 但是呢 没有你想的这么这么完美 好吧 我们先看最后 非对称密钥算法 通常计算 复杂度较高 运行较慢 也就是说 特别慢呗 但是相当的慢 但是非常的慢 好吧 基本上 比如RSA跟DAS 来比的话 差不多能够有1000倍的差距 巨慢无比 你可以这么认为巨慢无比 那也就意味着 利用非对称妙算法来加密真实的数据 几乎是不可能的 什么样真实的数据 一个视频算真实的数据 视频那就别提了 那几百兆了 对吧 一个PDF一个word 算真实的数据 那PDF word 我估计也得好几兆 那么这种 多兆的这种数据 是不适合用非对称妙算法 这么如此复杂 如此缓慢的算法来加密的 你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就更别提 这种无限流量了 OK 它是 计算复杂度高 它的运行速度 极慢 极慢 我用了一个极慢 好吧 就是 不可能加密大的数据 就更不能 不可能加密一些实实的数据了 不太可能 好吧 那有时候呢 他加密真实数据是不太可能的 他只能加密一些极小的数据 给你解释一下 他其实我经常说非对称妙算法说起来这么好 但他到现在为止他都已经 50年了 差不多50年时间了 好吧 他只找到了两份工作 只有两份工作绝对没有第三个相信我绝对没有第3份工作 没有第3份工作 只有两份工作 第1份工作 是 加密 第1份工作 是加密 散列子 做数字签名 也就是我们会讲 散列很小 刚才散列 MD5128 下1160 下256就256 256位 除8才是字节 好吧 比如说呢 加密散列 做数字签名 这是他找到的第1份正经工作 做数字签名 加密散列 散列是很小的玩意 好吧 第1份工作 第1份 第2份工作 加密密钥 做密钥交换 密钥也很小 刚才AES256 256位密钥 AES还有128呢 128位密钥 密钥也很小 他加密密钥 实现一个密钥交换 一会后面也会讲 后面会讲密钥交换和数字签名都会讲 OK 那你先了解 注意医疗技术 只有2份工作 你虽然说非洲的密钥算法 你吹的这么好 那好啊 只有2份工作 没有了啊 加密闪链 闪链 M6 下1下2 OK 加密闪链 做数字签名 第1份 第2份 加密密钥 AES256 256位 AES128 128位 OK 但是我才56位 加密密钥做密钥交换 仅仅只有2份工作 没有第3份 没有 只有2份工作 好吧 所以说呢 你觉得这个非洲的密钥算法解决了所有问题 并没有 他由于太复杂 由于太慢 不适合加密正经的数据 加密点 几百位 以内的数据 基本上是他的范 范位以内的东西 好吧 因为几百位以内的数据 虽然说他慢点 虽然说他计算也复杂点 但是呢 毕竟那么小呢 对吧 他也会 至少人觉得是瞬间就完成了 OK 只有2份工作 只有2份工作 好吧 最常见的非洲生命要算法 RSA 是最经典的 好吧 现在呢 DSA现在应该用的不多了吧 我解释一下DSA怎么怎么出来的 RSA是三个人的手写字母的 手写字母 三个人的手写字母 创造RSA的三个人的手写字母 OK 当年 这三个人 成立了公司叫RSA Security 现在我们的数字签名 我们的数字证书 大部分用的标准就是RSA公司 他们所创造的 开始都是私有的东西 好吧 70年代的时候 出达RSA 然后在2000年之前都是RSA公司的专利 时间以内 现在他不如专利了 好吧 2000年之前你就20多年 他们收到20多年专利费 连美国政府 都用RSA调给钱 美国政府也给不起钱 美国政府也受不了 美国政府自己搞了一个要DSA的 是美国政府搞的 搞了个DSA 后来现在基本上不用DSA了 RSA2000年专利费过期之后 美国现在也用RSA 现在比较新的是 是椭圆曲线 ECC 现在更新的在手机上的一些小终端里面用的 那种 算法 应该用ECC会比较多 现在四颗路无器 四颗的防火箱应该都支持ECC这个算法 好吧 这是新兴的一些算法 椭圆曲线 RSA ECC应该是现在 都可以用的 现在陆续都支持的 好吧 刚才说了效率 为什么到限制为止只有两个用法 就是因为太慢了 实在太慢了 他无法去加密 正经的数据 不可能的 好吧 OK 也要说说到现在对称其实也不能够单独的完成问题 非对称也似乎也不能单独的解决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解决呢 好 这是非对称 再看一下 一对密钥 一个密钥加密 一个密钥解密 但是一般说加密的话 是公钥加 用接收方的公钥加 用接收方的私钥解 实现了一个数据的 安全的加密 数据的安全的 安全的交换 任何人都解密不了 只有这个接收方唯一拥有私钥的这个人 才能够解密 公钥加私钥解 我们一般说叫 加密 私钥加公钥解 我们一般说他叫签名 好吧 好 非对称妙算法优缺点 我们再比较一下 我们先说缺点 刚才说过了 就是特别的慢 太慢了 没法加密 正经数据和实时的数据 密文也会变长 就是加密之后的数据也会略微的变大 不像那个对称妙算法那么紧凑 几乎不变大 但他 加密 之后会变大 OK 所以说从慢和变大这两个角度来说 他都不太可能加密正经的数据 但他的 优点也非常的明显 第1个太是安全的 RSA也是50年了 RSA也是50年了 也是安全的 OK 不必担心交换公钥被截止的问题 公钥就是 就随便的 谁都可以获取 那么你得到我的公钥 用我的公钥加密 那么 别人就解密表达 只有我才有私钥 我才能够解密 OK 所以这个分发更安全 分发也更容易 就没有必要在打飞机 天天去那个保养箱去交换密钥 就没有必要了 密钥的数量与参与者的数量相同 就是说 多一个客户 那么 他产生一对密钥 然后给一个公钥上来 来管理就可以了 OK 多一个人 多一个密钥 不像对手密钥算法 那两两之间来一个 那多一个人会多很多密钥的 好吧 密钥的数量也比较少 比较 比较容易管理 交换之前也没有必要预先建立某种关系 就说 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公钥放在一个服务器上 你可以在服务器上找到任何一个客户的公钥 你没有必要单独去找到他 你在服务器上就能找到的公钥 然后呢 你有数据用他的公钥加密 然后呢 他用自己的私钥 你给他发个邮件 他有时间看到邮件了 他用他自己的私钥解密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没有必要事先说一定要找到这个人需要 去找他单独去要密钥 放到服务器上就可以了 好 支持数字签名和博客否论性 后面就会介绍啊 两个 两个任务吗 一个 用法就是数字签名 一会儿肯定会讲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密钥交换 但是马上要讲 两个都会讲的 好吧 两个用法非对称妙算法的两个用法 好 非对称妙算法 你们可以感兴趣 可以了解一下 我这有 还是用我的 我的个人电脑 产生RS的密钥 产生 2048位 的密钥 导出私钥 导出公钥 私钥和公钥 好吧 这我保存到 产生的话应该是产生这 私钥公钥 产生密钥 路由器很简单 路由器怎么 路由器大家熟吧 我觉得这个怎么大家也应该熟 路由器 Cryptkey产生 RXND 有一个ECC OK RSA 然后可以给个名字 叫test 然后给一个长度 2048 这就产生了一对 一对密钥 一个公钥 一个私钥 Cryptkey My public key 都能看到这些 密钥 刚才我产生的叫什么 叫test 对吧 test test OK 这个 产生密钥 OK 这是用python 产生密钥 当然我也保存了私钥和公钥 导出私钥导出公钥 OK 好 这是加密 读出公钥 公钥加密私钥解密 公钥加密私钥解密 先读出公钥 公钥 OK 这是加密的数据 然后呢 用用它加密 加密的消息 保存到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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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密 读出私钥 从硬盘里面读出数据 用私钥解密 用私钥解密 OK 没问题啊 公钥加密 私钥解密 私钥解密 公钥加密 写写代码很好 能够把这些知识点再重新捋一遍 好吧 OK 这个代码 好 刚才说过了 对称 也不行 对称交换密钥有问题 非对称 他也不行 他太慢 那么 那都不行 那就 没责了呗 有责 他们两个你会发现这两个合在一起 就整好就行了 为什么呢 非对称密钥算法的缺点 对称密钥算法的优点 对称密钥算法正好就是快的 正好就是紧凑的 对吧 非对称密钥算法的优点 就是说他的交换密钥比较容易 非对称密钥算法就比较惨 对称密钥算法就是我交换就 费劲 你非对称交换就 好 那么你非对称这个数量少 我对称的数量就比较多 你会发现这两个正好是一个满领 正好两个 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完美的方案 所以说 现在不管是无线加密 IPSEC加密 SSO加密 都统一 用了这个思路 都统一用了这个 简单而优雅的解决方案 混合了对称和非对称算法 看一下 首先这是明文的数据 比如说是一个PDF 几十兆的PDF 那么 这种数据不可能用非对称密钥算法来加密 它会特别慢 无法接受 那么正经的数据只可能 用对称密钥算法 那比如说我们选择用 AES256 AES256 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密 首先明文我们有了 算法 AES256我们有了 我们还需要一个密钥 密钥怎么来 随机产生 你发起方 不管是个人电脑 还是录录器 都有随机数 产生器 随机产生一个 56位的 56 256位的 我刚才说AES256对吧 AES256 产生一个 256位的 0102进制 这么一个密码 256位 如果DES的话是56位 AES呢 AES有128 256 OK OK 那就是你反正要产生一个 相应的一个密钥 随机产生 这个密钥 但是是56 AES有128 有256 反正对应的算法 你产生相应的 用随机数产生 相应的密钥就可以了 随机 产生的 密钥 OK没问题 现在 明文数据有了 算法 AES256有了 AES256的 256位的密钥 我们随机也产生了 三个条件能满足 明文 算法 密钥 那好 没问题 我们用对称 密钥算法 来更快的 更加紧凑的 来加密数据 得到这个密文数据 搞定没问题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提前获取 接收方的 公钥 接收方的 公钥 公钥无所谓 谁都可以获取 接收方的公钥 我们先得到它 我们用接收方的公钥 来加密 刚才我们随机产生的 256位 用于AES256加密的这个密钥 随机产生的 对吧 我们用接收方的公钥 来加密这个密钥 得到这个密钥包 得到密钥包 把密钥放进去 得到这个密钥包 OK 那么 虽然说非对称 密钥算法 它比较慢 它会变长 但是伺候256位 这么一个小小的数据 还不至于那么明显 OK 那好 这是加密的 用接收方公钥 加密的密钥 这是用对称 密钥算法 加密的密文 两个东西 一起打包 发给 接收方 中间黑客 是没车的 中间黑客 谁也搞不定 他没有这个密钥 搞不定 他 他没有 私钥 也没有办法解开 由接收方公钥加密的数据 黑客 看着也干着眼 OK 那好 这个数据 抵达了接收方 接收方首先 拿出他唯一拥有的私钥 来解密这个密钥包 这个密钥包 是由接收方公钥加的密 那么现在 我是接收方 我唯一拥有私钥 我来解密这个密钥包 得到了那个256位由发起方产生的 对收密钥 OK 你看啊 这是不是通过公钥加密 私钥解密 实现了一个密钥的一个交换 两个工作 第二个工作 就是加密密钥 实现密钥交换 现在咱们讲的 就是加密密钥 实现密钥交换 用接收方公钥加密 用接收方私钥解密 实现一个密钥交换 好 现在 我们有密钥了 我们用相同的算法 AES256 我们有密文 密文 算法 密钥都有了 那么解密到明文 OK 这个解密 用的是对什么密钥算法 AES256 又快又紧凑 OK 快速就解密成功 OK 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而优雅的解决方案 不仅是 无限 IPSEC SSL 都用了这种共同的思路 用非对称密钥算法 实现密钥交换 用对称密钥算法来加解密实际的数据 不管是无限 IPSEC SSL 都是这个套路 好吧 OK 好 聊到了这个 加密算法 刚才对称和非对称讲完了 下面我们继续 我们进入1.3 讲数字签名